在运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財源廣進 台北股市今天還是繼續漲 昨天漲了150幾點 那今天整個台股呢 目前漲了差不多五六十點起來 所以也就是說 它反彈還在繼續彈 可是今天這個盤 有一點點好像讓你感覺到 好像有點無聊 好像波動不太大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今天整個指數的成交量 預估到收盤呢 其實它談起來也沒什麼太大的量 大概就差不多在1300到1400億左右 那尤其昨天美股下跌嘛 那所以呢大家對這個盤呢 會比較呈現觀望 那到底這個盤呢 後面還會不會繼續漲 那到底這個盤要怎麼去看 好 那各位 我們就先從美股昨天的表現來看 那滿有趣的 昨天聯準會它無預警的降息兩碼 我們前幾天就拿一些數據 有跟各位講過啦 聯準會在3月份看起來 它降息應該是百分百 結果呢 在昨天它就降息 通常降息對股市是好處嘛 是比較有利的嘛 可是昨天的美國股市呢 很有趣的是它沒有漲 道瓊反而也是出現走低 然後高科技股也是跌回來 為什麼會這樣的狀況 因為聯準會3月份的會議時間點 它在3月18號左右 3月17 3月18號 那昨天是3月3號 奇怪 你聯準會從差不多 2008年以來到現在為止 你從來沒有一次 是在會議之外 去做這個升降息的動作 所以昨天一降息下來 大家會想說 你美國的經濟是不是不好 所以你要那麼急著去做降息 所以造成美國股市呢 昨天沒有反應 反而是呈現下跌的一個狀況 那我的心態是這樣 我覺得聯準會現在 他的心裡一定是圈圈叉叉啦 什麼意思 我不降息嘛 你怪我 我降太慢 你也怪我 我降少一點 你也怪我 我昨天呢 突然就提早先降息 你也怪我 所以到底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覺得從這個事情 可以發現到 現在整個市場上面的信心 它是薄弱的 是薄弱的 否則美國股市怎麼搞的 沒有去反應這個 這個利多反而是出現下跌 但是到底這個降息 對股市有沒有利 我覺得這一點 你其實看今天亞洲股市 你就應該知道了啦 降息怎麼會沒有利 今天整個亞洲股市都是上漲的 對不對 上海嘛 日金 恒生 澡盤稍微震盪一下 竟然都拉到平盤上啦 連最近那個肺炎影響最重的 南韓股市它漲最多 它這樣漲多少 漲43點 我們來仔細看 它這樣漲了2% 有沒有 漲了2% 所以你說降息不好嗎 沒有啊 亞洲股市全面上漲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去看這個盤 其實基本上 股票市場裡面 如果說政府去放出資金 對股市它都是有利的 其實你去想一下啦 美股啊 我們來看 美股這個多頭走多久了 各位你注意看啊 從民國97年 美國股市的多頭就一路在走 對不對 那當初會造就美股形成 這麼多年的大多頭 原因在哪裡 你一定還記得啦 當初那個什麼雷曼兄弟倒閉 有沒有 什麼房地美 房利美 這些一些事情 這些事件 那時候的金融風暴 那時候金融風暴呢 美國的政府它實施QE嘛 QE1 QE1 QE2 QE3 就一直在放資金 當你整個資金 在股票市場裡面的時候呢 它就造就了什麼 股市的大漲 股市的大漲 所以呢 你說昨天美國股市呢 這個地方因為聯準會的降息而不漲 我倒是認為那是信心的問題 那是信心的問題 然後呢 當整個美股一降息之後 今天亞洲股市都在漲 為什麼會這樣 好 那這幾天呢 其實我們在節目裡面也好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 Line Edge裡面也好 我們都有跟各位分析過啦 當初我們就說嘛 因為如果說從目前的一個訊息來看 聯準會三月降息是百分百 結果它昨天就降 那昨天一降之後呢 造成亞洲股市呢 今天全面上漲 尤其最弱勢的南韓股市 現在漲了2%多 有沒有 現在漲了2%多 那我問各位嘛 你說台北股市要大跌嗎 不至於啦 好 不至於啦 所以我跟大家說過 如果你想要早點知道 整個台股它未來的發展 那到底這個地方會影響到 個股該怎麼去操作 我歡迎各位 加入我們這個Line Edge 加入我們這個Line Edge 那我說過 因為3月份開始那個Line Edge 它要對我們發訊的老師們收費 其實你也會發現 其實大家都滿困擾的啦 因為是增壓成本 所以我們這個時間 我們在3月份的時候 我們的Line Edge 新的Line Edge有一點改變了 我盤中會用3到5分鐘的影響時間 來跟各位解盤 來跟各位講個股 所以我也不要寫太多 不要發太多折 所以呢 如果你想了解台股未來的發展 歡迎各位 還沒有加入的趕快加入 為什麼 你想想看 台北股市 禮拜一跌下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跟各位講 台股會反彈的 台股會反彈的 為什麼 你現在打到連線嘛 然後呢 那時候的美國股市呢 在這一天的時候呢 它是爆料嘛 那高科技股更明顯 它打到連線是開低走高嘛 所以那時候我跟各位講 台北股市這個時間點它要談了 但是呢 當它談起來之後呢 昨天談起來之後 我是怎麼跟你說的 朋友你應該還有印象啦 那如果你想要印證說 我說的是不是這樣 我接你去YouTube看 好 那個時間點 那個我們的講解 都放在YouTube裡面 昨天我跟各位講過嘛 台北股市漲上來之後 你會明顯發現到沒有量 對不對 昨天成就量只有1600嘛 你跌下來的時候有量 你漲上來的時候說量不夠 那當然這代表著說 你量不夠代表說 你那個賣壓沒有那麼重 但是你的攻擊力道也不是很強 所以我說這個盤它還會彈 但是彈上來之後呢 未來這個盤它會怎麼走 它未來會去偏區間 好 未來會偏區間 所以台北股市漲上來的時候 剛跟大家說過嘛 成交量1300到1400嘛對不對 好 所以量有沒有出來 沒有出來嘛 所以它的反彈格局還在 但是這個反彈起來的時候呢 你要把它看區間 那至於聯準會的降息 我覺得對股市都是有利 它對整個尤其亞洲股市的支撐力道會很強 原因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 現在聯準會第一次降息了 我認為應該不會只有一次 好 不會只有一次 好 因為這是肺炎大概 老實講要拖到什麼時候我也不知道了 大家也都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啦 聯準會已經第一次降息了 它今年還會再降 所以當它一降息之後 美元走落趨勢是確定的 現在你整個美元的走勢啊 它已經破什麼 破季線 然後又破了年線 所以美元的走落它會造就什麼 亞洲匯率 你看那個人民幣喔 你看喔 最近都是升值的嘛 對不對 好 那人民幣升值 新台幣匯率到今天為止也是升值 它今天還升破2月份 之前的那個高點區 所以這個升值的狀況之下 它造就了說整個外資期貨的倉位 昨天增加4000多口 那現在大概2萬多了 好像還不是很多 但問題是不用急啊 因為你台子期的結算在3月中旬之後嘛 所以這一段的過程裡面 要去看整個外資的倉位 能不能持續再做增加 但是最起碼你匯率的升值 已經讓外資的期貨倉位已經開始增加了 而且當你人民幣升值 你新台幣會升值 所以為什麼今天來玩股市談得上去 因為韓環也在升值 OK 很清楚了 所以台北股市反彈沒有結束 但問題是這個盤彈上來之後 它未來還是會偏區間 所以你整個3月份的操作 你要偏向個股 你要從個股的角度去抓 那至於呢 3月份個股的操作 那個個股的模式要怎麼去選 這東西我待會會跟大家去做解說 其實我昨天在下午的YouTube裡面 我們已經放在那個Line Edge裡面 其實如果說你想要提早知道的話 你可以加入這個Line 選股的邏輯到底在哪裡 除了解盤之外 還有呢 我要怎麼去找個股 那我們都用影音的方式 在Line Edge裡面有去跟大家去做說明 所以想要提早知道的 歡迎你加入這個Line OK 好 那各位 那其實今天這個盤 我們在盤中的時候有稍微做一些動作 這個動作其實是針對指數 因為你整個台北股市 就像我跟大家說的嘛 台北股市這個反彈 照理說還會再延續 但問題是它未來的走勢 是比較偏區間 所以台北股市在今天這種區間盤裡面 台股今天那個高低點不大 剛剛最多也漲62點 現在漲43點 最低點29點 對不對 所以你說上下空間有很大嗎 沒有啊 因為今天是量縮嘛 所以今天早盤的時候呢 我現在在抓價差 我在抓那個區間盤的那個價差 所以早盤的時候啊 今天早上9點16分左右 我在那個11340附近 我這地方先去做放空 同學 我不是看空啦 因為現在是區間盤 我們在抓價差 所以我先抓早盤的這一段 早盤的這一段 所以11340附近 上下3點我去做放空 結果你會發現啊 9點19分 來到11344嘛 對不對 你一定空得到 你一定空得到 好 再來呢 早盤 反彈起來下跌的這一段 我們來到10點17分左右的時候 我說11280附近 我們就把那個空單獲利回補 空單獲利回補 所以你一定也補得到 因為10點18分左右 還有來到1127級 有沒有 所以光是這一段 你先賺60點 好 你先賺60點 然後你會問我說 老師啊 那這個反彈 你怎麼沒有做 因為我設的價格有點低 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我就不要來講 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們先賺這一段 賺這一段先賺60點 那我認為未來整個3月份的台股 它是屬於區間盤 所以這樣的區間盤呢 到時候我們會在指數呢 去幫你掌握什麼 高低點的價差 好不好 高低點的價差 那當然如果說 你不知道該怎麼操作的 或是對於盤是說 不太瞭解的 那我建議各位 可以加入這個Line Edge 或是跟著一起來 我要讓你賺更多 好不好 所以在這個Line裡面 我們會跟大家講解 整個大盤的走勢 還有個股的操作 尤其今天 現在居然是震盪盤 那我們就去賺它上下的價差 那今天找盤這一段 就差不多有60點的空間 那接下來我們會繼續 照著這個方式去做操作 好不好 那至於個股我要怎麼去選股 它的邏輯到底在哪裡 好 待會更精采 其實這內容我昨天有講過 我昨天在盤後的時候 YouTube有講過 那如果你沒有看的 很歡迎你加入Line 到時候或者是你去YouTube看 那待會我們來看 台北股是既然這個反彈盤 反彈波未來會比較偏區間 那到底選股的內容 到底在哪裡 那什麼樣的個股不要選 它不是這個盤要走的股票 等一下我們來做解說 好不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 好 亞洲頭顧 招牌老品質好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 營造獲利 三多 創造財富 股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頭顧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亞洲頭顧真心照顧 亞洲頭顧 亞洲頭顧 招牌老品質好 市場唯一的老字號 人才多 專業多 經驗多 三多 營造獲利 三多 創造財富 股票期貨的專家 多空操作的贏家 亞洲頭顧就是你家 有家的溫暖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亞洲頭顧真心照顧 車怎麼看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開啟危險警告燈 在適當距離放置車輛故障標誌 或其他明顯警告設施 二 撥打110報警 或119救護傷害 三 交貴車輛位置 可用手機拍攝機證 四 無人受傷時 當車輛移到不妨礙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傷時 當事人均同意再移動車輛 五 在路邊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場處理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發生 放 撥 跨 遺 等 就對啦 好 換回到現場 台北股市今天還是繼續談 昨天漲了150幾點 那現在整個盤呢 早盤稍微受點影響 現在還是漲53點 但是今天是量縮 可是量縮的情況之下 你有沒有發現到 台股今天漲停板加速一堆 上市7家上跪12家 有沒有 但是這些漲停板的個股呢 它都偏向什麼 不是什麼高價的個股 然後也不是說需要很大量的股票 有沒有 那到底這個盤走到這個時間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選股 選股的邏輯到底要放在哪裡 好 各位我們仔細看 我們這兩天跟各位講這個盤 我說台北股市禮拜一 我就說這裡應該差不多要談了 對不對 好 跌升之後有反彈 但是反彈起來 我又跟大家講 它不是走回升 所以因為它上面還有一些壓力在 然後你台北股市量又沒有出來 然後再加上現在肺炎的問題 後面會怎麼樣不知道 那現在是市場信心的問題 好 所以台股談起來之後 應該會去走一個區間 好 那如果這個理論是成型的話 它一定會有一個狀況就是什麼 台股不會爆大量 如果你是走區間 你是走整理盤 怎麼會去爆大量 對吧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到收盤成交量 也只有1300到1400 那你昨天台北股市談起來 到收盤成交量也只有1600 結果現在就變1300 如果你未來的盤市 是比較走區間的話 量還會再說 有沒有 量還會再說 好 那各位 那這答案就出來了 如果說你這個盤的量 它沒有出來的話 今天為什麼有上市跟上櫃 快20家的股價漲停板 但是這些漲停板的股票 都是不需要大量的股票 而且也都是比較偏中低價的個股 因為未來量沒有出來 所以它不適合去漲全職重的 然後它比較適合什麼 不需要大量的個股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盤 我們之前就跟各位講過 你現在整個新台幣匯率是升值 可是外資還沒有很明顯的 轉賣為賣 它現在期貨的倉位大概 昨天就是增加4000多口 因為到月中 中旬附近還有一段期間 所以後面後面能夠持續增加 我們再看 但是它還沒有完全轉買為賣 但問題是目前在這個環境下面 不要說你因為肺炎在害怕 我覺得外資也沒有說有多大的信心 說這裡趕快拼命買毛起來買 它也會受到肺炎影響 所以它會有一些個股 它會想要怎麼樣 把它變成現金先放在口袋裡面 放在口袋裡面 因為你新台幣匯率是升值的 所以它也不會匯出去 現在只是在等待時機對不對 所以有些個股你不要亂做 什麼叫個股不要亂做 你去想外資它會去 用什麼樣的股票來換現金 其實答案已經出來了 你看這些之前漲一段了 不管你之前有什麼什麼 缺貨題材什麼 漲價題材什麼 轉單題材 我跟你講它也不管你什麼題材 反正有高點它就先賣 有沒有你看那個國具 二月份還創新高 結果最近短短的幾天以內 它已經破月線 華興科 有沒有 最近這幾天已經把那個什麼 之前套牢區的地方 之前你去買進的 現在已經出現套牢區了 你看那個和晨堂也是一樣 好吧 除了這些個股之外 台北有科也是一樣 之前漲了比較多的股票 然後紅色也是 有沒有之前漲了比較多的股票 所以我之前跟他講 這個盤你不要去追 很多已經來到高檔區的個股 你反而在這地方你要預防什麼 它會不會成為外資換股球線的方向 那結果就是這樣子 而且那些個股可能都是比較高價 然後呢都是比較什麼 全局稍微重一點的股票 那你現在大盤量縮嘛 你又不適合這些個股再漲 然後呢再加上這些個股 如果漲多的話 來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你就不要買 你就不要買 不要去碰它啦 不碰沒事啦 碰的事情是一大堆 OK 好 因為你大盤量還不是走回升波 好 那再來 那還有什麼樣的刻股不要買 我前兩天有跟大家講過 我們在2月份的時候 我們當時在台北股市指數 在2月上到這一天 當他破半年線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講 那個時間點你要去撿便宜 那個時間點你要進場 因為台北股市破半年線之後 它真的反彈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第一波的反彈的個股裡面 那時候你看我們的Line Ads 我再說一遍 個股要怎麼做 我們也會在Line裡面跟大家講 你方向在哪裡 我們都會跟大家說明 我要讓你看Line就賺錢 為什麼我敢這樣跟你說 因為2月份那時候 我們第一波減便宜的股票 我們每一檔個股 我都有在Line裡面跟你講 好 我們那時候拿出證據了 我現在就不要浪費時間 2月3號 好 當初的加聯益27.65 我那時候就在Line裡面跟你講 我說這地方開始撿便宜了 所以那時候超過兩成 漢遜2月6號進場 然後2月10號跟你講金賞科 有沒有 都超過兩成 好 那再來 第二波減便宜的個股 第二波減便宜的個股 我跟你講過台聖科 不過那個時間點 你看喔 很多好的股票 我們會提早說 在Line裡面跟你講 舉例來說 你看2月10號禮拜一喔 我說你資金比較大的 你可以留意 一年大抵完成本益比偏低的股票 外資低檔吃貨嘛 我說這個多頭才剛好動 你看喔 這都在盤中 10點多左右的時間 股價不是說已經動上來了 漲上來了 我再跟你講 沒有喔 還沒動的時候 我建議你就先去做低接嘛 對不對 結果你會發現到 我們在跟你講的股票 也是我們帶會員操作的股票 那時候2月10號 我們在113附近買進 結果買完之後咧 你看 先慢慢漲慢慢漲 結果讓它一動起來 那速度超快 所以你低檔你不先買 等它動起來 搞不好你已經買在這上面 有沒有 好 那各位你去看嘛 那這類型的個股 漲上來之後 是不是已經開始走區間了 所以你後面去追 你討不到便宜嘛 所以為什麼我跟大家講說 我們這個Line 來 我可以幫得到你 因為好的股票 像台聖科 2月10號 我們就在Line裡面跟你做預告 有沒有 所以咧 台聖科賺了快三成 然後呢 這是因為肺炎的關係 我們在農曆年前 我們就抓一檔生計股 叫6547的高端疫苗 然後呢 後面第二次在操作的時候呢 結果賺了三成多 你看喔 那時候我們都在Line裡面跟你講 我記得在這個地方嘛 前面那一段我們先賺了嘛 我有賣掉 這一段低檔我再買回來 你看後面漲多少 有沒有 大部分畢竟漲到這個地方 也真的漲很多了 所以它開始 要修正乖離 要去走區間 好 所以我說 前面已經先彈上來的股票 你也不要去追了 因為它已經有彈到一定的幅度 那甚至於呢 有些股票 比方說 漢遜 當初我們這裡買嘛 拉高我賣掉嘛 那這一段裡面 最起碼有兩成嘛 對不對 好 它已經彈上來之後 現在又壓回 如果說這地方再彈的話 它第一個先階段 先遇到什麼 前波的他牢區 所以我說 像這樣的個股呢 你也不要去買 那他你問我說 嗯 老師這不要買 那不要買 我要買什麼 好 那各位 你要去買什麼 我這兩天有跟各位講過 你去買那個還沒有彈的啦 真的還在打底的啦 因為反正這盤量縮嘛 那有些個股是在底部 已經來到那個底部的時候 你就去低階啦 這樣的盤對你而言 這樣操作對你而言 沒有什麼風險 反而這樣的個股有機會 它會突破盤局 所以呢 你現在的重點應該去抓那個 還沒有動的股票 而且還在低檔的股票 甚至於在二月份反彈的時候 它幅度不大 它到現在為止是在做一個quote 好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好 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因為這個例子 我們在這幾天也在 也在這個line裡面 也跟各位講過了 好 我也講得很清楚 我說我們三月份開始 盤中我會用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好像不要寫太多 因為我說句實話 我以前的line都寫很多 但是現在一折一折 一個圖一個圖 都要收費 那這樣好了 我們用 又要讓你很了解 然後又要講得清楚 然後又要節省成本 最好的方式就用影音 好 就用影音的方式 那我們在這幾天 我們用影音的方式裡面 我跟大家介紹一檔個股 我講TPK嘛 對不對 我怎麼跟大家說 我說你看嘛 二月份它有彈 可是它並沒有說彈很多 它來到月線之後 它就沿著月線又去做壓回 那壓回的過程裡面 它又來到前低嘛 那可見了這類型的個股 它現在在走擴底 它現在在走擴底 所以呢 當它要走擴底的時候 我的建議是 有低點我們就去買 就算今天TPK到現在為止 它還沒有漲 它現在是小跌了八毛而已嘛 可是你會發現到 昨天它準備要過月線了 有三千多張 它現在只有1700多張 預估到收盤呢不到2000張 那可見了呢 如果說我把這個月線 把它改成月線 它現在只不過在月線附近 稍微給你量縮走整理一下 那將這樣的個股 是屬於底部型態完成的個股 那為什麼這樣的個股 它是有機會上工呢 好 那各位 我又用籌碼的角度來跟你講 我說你最近去看嘛 頭信都有在偷買 有沒有 頭信在偷買 你看喔 從這裡來看 頭信都在偷買 那整個外資呢 昨天已經開始要進去了 所以代表著說 很多那種個股 它本身在底部 它股價已經低估了 那這一類型的個股 反而你買進去 你是買在低點 所以我這幾天 我就跟大家說說 有低點的股票 你要把握這個爛 因為陸陸續續的 我們會把市場的輪動 一檔一檔抓給你 就如同什麼 這幾天我有跟各位說過嘛 你要去找下一檔 能夠速度快一點 而且在底部型態的個股 這裡有一檔 股價打下來 它現在也是在走擴底的方式 但是這樣的個股呢 它其實整個外資呢 從一月份 它就開始在偷吃了 所以呢 像這一類型的 籌碼集中度的個股 而且呢 本益比低估 股價也低估 我認為在三月份 它突破盤局 後面會走一個攻擊 甚至會走一個波段 所以你要好好把握什麼 這一類型 股價低估 本益比偏低的股票 它的低檔在哪裡 那如果說掌握不到這些訊息的 或者是手上的個股有任何問題的 歡迎你打電話進來 好不好 那也歡迎各位加入我們的LINE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歡迎收看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 online在一起 亚洲投股真心照顾 亚洲投股 招牌老 品质好 市场唯一的老字号 人才多 专业多 经验多 三多 营造获利 三多 创造财富 股票期货的专家 多空操作的赢家 亚洲投股就是你家 有家的温暖 02-2578-3777